今天夢想家開局也採取一個定人防守 藍底下林鎮 雙道優勢吃掉了洋將柏英特 黃瀚第二時間轉出來要找隊友 他搖到球馬上就是一個三分 開局5-0 是林棠雲的桑尼幾乎是球隊不動的洋將選擇 所以在針對對手的腿型 再來看要來哪一位洋將的搭配 來看一下石敬堯開賽連續兩顆三分球 其實在做到他的一個防守上面 如駿長的抄截 來看到石敬堯給到拖車的林鎮 要挑戰 還有拖車上來得分 歸龍來看一下林鎮的拖車 是一個十分落後 21比11 阿堯這個高難度的三分球 在第一節隊友 先來看一下前面是阿堯高難度的三分球 不是只有做到一個 阿堯身材上面的優勢 轉身在找隊友 阿堯只在對自己的高投 拖進這兩分 張鎮亞接球後 拖進這兩分 拖進這兩分 好球 組長的籃框 前冠拳 現在是他一盡三分球 一樣再退球 打完一球 就只有艾爾斯 張鎮亞 這邊有身分優勢 現在桑尼擺進兩分 是 這個算是 一樣在四號位要找尋桑尼的優勢 閃過了大比哥的風阻 張鎮亞 碰碰自己帶球 桑尼還可以自己投 在丟杯面前投進了三分 干擾的防守 先來看一下 面對面的三分球 是 對於這樣的一個防守 阿漢的上衣打中一邊 對 這次攻擊到森尼 兩個的配合相當精采 阿基發生了失誤 前面 阿堯來一底線 這球成功擺進 好球啊 好球啊 阿堯 上來一個三分球 阿堯是驚 四十二 圍進一個三分球 發生了失誤 盧俊翔 自己跳步 選手還吃掉的減號 在第二節的尾聲 李航元還是把比數給壓了過去 四十七比四十五 在第二節逆轉的戰局 反倒取了兩分領先 連續兩天在第二節的尾聲 都有壓哨球的出現 我們要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是中場報道 了 跳舞 可以看到曉 Hall 現在下半場 一開始也是守一個區域防守 是 這個主場的誇張 卡總看起來抗議的時候被吹了一個技術犯規 還是對防守上面來說的話 李航元做得非常好 因為畢竟從第三節打到現在mission為止是 兩分只有五投一中的狀況 張寧一打一 吃掉了大逼哥還要到了犯規 他這個運球進去啊 真的像一台坦克開進來 除了自己的力量可以對抗防守的球員之外 他的護球也可以把球顧得很好 先是頂開對手 再秀一下自己的肌肉 這個有壓力 這樣的一個跑位 大漢傳到底角 盧俊翔 終於投進這兩分 這球即便是你跳得非常的高 但是這個時間差是桑妮的優勢啊 跨進來了 最後這一球沒有擺進 最後還是戳了進去 是盧俊翔的兩分 張正雅 接球後直接出手 這是一個左天底角的三分球 2 2 3 2 2 3 2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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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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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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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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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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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如果小白拉下來 應該就沒有這個出手機會了 是 確實啊 這樣的一個時間差 在空中去做到處理 是最好的選擇 WONDER 轉身 在教授發生的失誤給前面 跑快攻的是白耀誠 自己端然兩分 上籃得分 是 再看一下 轉身之後 前面小白已經掌握第一時間 已經往前起跑 是 又剩下最後的五秒鐘了 大汗 這邊面對盧冠良 要來打這個踢位 翻身的勾身 我們要找隊友 林正幫盧俊強做掩護 優道藍底下是林正 第二時間要起用左手擺進 其實有的進攻機會 最後桃園鐵頂航員 84比80 擊敗了來訪的 波蘭柏莎台星夢想家 這個週末主場二連勝 同時收下了Plasley 從第一季以來 對比最高的五連勝 這兩場比賽 浦原又再一次的捍衛主場 這場比賽四分的差距來 守下最後的勝利 那一樣 桃園巨蛋就是要來期待一下 賽後的洗澡環節囉 誰 今天會是誰呢 你猜 那看一下誰手上沒有水平的 恐怕就是那一個人了 今天桃園浦淵頂航員 賽後洗澡 這個男主角手上也有水平 他就是六九大魔王盧俊翔 應該是要慶祝他第一個三分線 今年終於出現了 是 希望他的髮型沒有被破壞 趕快旁邊工作人員來遞上毛巾 今天盧俊翔 這兩天雖然 三分線外的手感 並不是太好 但他還是用各種其他的方式 來幫忙球隊得分 今天拿下了一個 隊史最長的五連勝 下禮拜還有兩場主場的比賽 有沒有什麼話 想跟球迷朋友說的 我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主場是最難打的 好 我們謝謝俊翔 接受我們的賽後訪問 也再次恭喜領航員 謝謝 了解 感谢观看